中华民族 中华儿女都是热爱和平 和善有好的人们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中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黄黄烈士进功臣 不灭光辉不朽身 鸭路江南花圣洁 北陵园叛草成印 英雄气破锤千古 国际精神赵万民 驯及高山其阳指 是将指虎化为臣 在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战争中 中华儿女胜利了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 彭德怀作为国家最信任的人之一 主席问彭德怀 美军要是跨过鸭路江 欣扰我国怎么办 彭德怀回答了一句话 只有我们各自 这句话让主席顿时放宽心了 林彪回答了什么 竟有如此大的作用 下面就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那段心酸感动地利 是吧 想必大家都知道 朝鲜和韩国本是一家人吧 三八线将他们两兄弟分离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形成了美国和苏联争霸的格局 美国发动了对朝鲜的进攻 我国和朝鲜紧隔了鸭路江 一旦美国跨过鸭路江 肯定会对我们构成威胁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 斯大林和朝鲜都想让我国派军队对朝进行援助 新中国刚成立 经历过抗日战争以及三年内战 把中国各方面都损失严重 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民生等方面才刚刚起步 如果我国派军援助朝鲜 肯定会对我国各方面的发展不利的 经济会发展缓慢 当时主席特别信任彭德怀 去问彭德怀朝鲜战争 如果美国跨过鸭路江怎么办 彭德怀面对主席的提问 先是沉思,然后信心十足突出而出了五个字 打回去便是 如果美国跨过鸭路江对我国不利 那么我们就打回去 主席珍珠啊 一番该出手时就出手 如果我国不去援助朝鲜 这会使美国更加嚣张 会点燃美国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的野心 于是主席二话不说 将这个重任交于彭德怀 在美国跨过鸭路江后 我国组织了大量的中国人民誓愿军 前往朝鲜进行援助 经过长时间战争 朝鲜人民和我国人民 以及世界上的正义之人的帮助 朝鲜战争胜利告终 正义之战壁上 中国军队是好样的 不管什么时候 中国都是一个爱好和平 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 希望世界各个国家 都适应和平和发展的潮流 为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努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案件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印象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印象 李宗盛 写 李宗盛 明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